啊 場上選手互相較勁 戰況相當激烈 全國青少年跆拳錦標賽 日前在南投國中盛大舉辦 南投縣跆拳道委員會總幹事表示 近年來縣內跆拳道運動表現優異 應而能夠爭取到這次的全辦權 我們今年舉辦的是 104年第19屆全國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我們是在民國96年有承辦過一次 到今年104年差不多有7、8年的時間 我們再次接全國性的比賽 因為我們近幾年來 在這個青少年的部分成績還算不錯 所以我們主任委員跟我一起爭取全國性的賽事 在我們南投比賽 然後帶動我們南投的技術水準提高 青少年男子組女子組各自分為10個量級進行比賽 一共連續4天的賽事 每位選手都使出渾身解數 希望能夠爭取榮譽 透過這次活動的辦理 參賽選手可以有互相切磋 提升技術水準的機會 這次全國的青少年跆拳道的一個總錦標 在我們南投縣來舉辦 我想感謝我們支持的單位 同時透過這一次的一個跆拳道的總錦標比賽 不但讓我們愛好這個跆拳道的好朋友 能夠齊齊一堂一起來切磋 同時也讓管理的人相當多支持運動的 也一起來共襄勝舉 我們的比賽是總共有4天 男生有10個量級 女生有10個量級 所以一天比賽有2-3個量級比賽 一天就要把它產生寬雅筋 參加比賽是驗獸學習成果的最佳方式 議員賴月雪長期關心線內的運動發展 期盼界有舉辦各項比賽活動 提升運動風氣 我想整個跆拳道青少年盃的總錦標 不只是我們人力的培訓 同時也能夠為我們運動來取材 最重要的就是能夠行銷難投的好 那麼葉雪也相當重視這樣的賽事 也希望說我們的政府部門 能夠多重視我們的體育的一個推動 不管是跆拳道還是我們的空手道 乃至於我們的游泳多項的一個運動 都能夠多多的舉辦 讓我們的全民透過這樣的賽事 達到身心靈的一個健康 同時也能夠讓我們的運動風氣大大的提升 練習跆拳道有助於訓練強健的體格 無論男生女生都相當適合 希望家長們可以鼓勵青少年朋友 從事健康的休閒活動 激發自我的潛能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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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營新聞洪佳彥 南投採訪報導